你知道养花最怕什么 最怕浇水 对 对于新手来说是最怕浇水 对于老鼠来说也是最怕浇水 为什么呢 新手浇水它根本就拿捏不住 我给大家看看这几个 这几个花呢 就是我们住院期的一些花 就是花我们寄过来的 有话说 你们什么养的花都不好 那都是不好的 这几个才留在这边先养的 好的都给你寄回去了 有像我老师跟他说 不干不浇 他就整不明白 他就哗哗一顿浇 你看这个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老庄来的时候 一个叶子没有 现在又长出来 他咔咔几个斤的 没有多少叶子 他没有拉力 你咔咔浇什么水啊 你像这个你就多浇一点 这个无所谓 他叶子很多 对吧 他抽水量大 你像这个训练局也行啊 也能慢慢呼唤 咱外边光照又好 多浇点水行 还有这个 这个是哪来的 黄金圈 那个黄金圈 你看这种稍微多浇一点 你就多浇一点的 你去 就牡丹 这盆这么大 这叶子本身就不行 它没什么活性了 你根根根根根浇水 那咋行 这不行 还有你看那个茉莉 本身要死不活了 它夸夸一个劲的大水 好多人话 一定要了解啊 这个茉莉 方方面面 包括什么花 它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别涨着水上 这是那个蓝莓啊 这是那个蓝莓 这个蓝莓是我从网上淘的 这两个都是从网上淘的 你看网上淘的便宜 哪哪有好货 好话 老花一为什么我养茉莉养不好 养蓝莓养不好 它本身苗子都不好 你要铜牆草你水大一点不要紧 但是前提条件你一定得有光照 而且这个水平面啊 不能太高了 它不是水草 要不然那下面的叶子也烂 你看看没有 这个水还是稍微略微有点多 你等着往下水位降一降的时候 再往上补 还有这个金桔 你看咔咔的一个劲的猛焦水 你这个这个 嗯 枝子花就没事 光照好的时候 它不怕你浇的水多 它不怕水大 你随便浇 天天浇这个没事 你光照给足了 还可以施肥 对不对 没有叶子 本身状态不好 夸夸猛焦 它就不行 你看 这个片片的 浇水多了 这叶子也会黄 对不对 所以说不是嘎嘎一个劲的 浇水的 还在舔线连 还有在在 这个银杏是马上要发出来 这花肉寄过来的时候 都已经没有什么状态了 还有这种 我吃没 上回说了一遍了 我说别嘎嘎一个劲的浇水 咔又浇上 然后今天又阴天 我再给花 我们说一个什么事呢 不论是任何时候养任何花 您一定要记住了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干透了浇透 这个又上红蜘蛛了 看到没 好了 希望花 我们呀 我在这个浇水 上面再给大家说一遍 它其实是跟人喝水是一个道理 喝了就喝不可不喝 谁还没去抱这个水瓶的咕咕咕咕 老往嘴里灌呀 你觉得人还好一点 人能去厕所是吧 最多是对于肾压力大点 可能导致是吧 嘿嘿 你人呢 不是花呢 你花 你浇多了没个好 应该能野外的花 又不下雨是吧 又不下雨是吧 它自己汗一点 它自己还能保留住根系 但不至于说是死啊 之前我们后期的小姐姐就是 嗯 咔咔一个劲的 叫现在换浇水的人了 又开始水大了 你们是不是也在这个水大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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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村里面是吧 没事慢慢来啊 一开始是水大 第二第二步就是不敢浇水 第三步就是懒得浇水 害怕浇水 天天给花浇水 跟吃后一样也一样 我老花一 老花一 然以由不至于讲着 下面再讲门 嗨 嘿嘿 嘿嘿